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Yo 我是老薇 這款全武裝獨角獸 老薇當初有去展場 就看到這款真的是被他煞到了 那個時候還沒有出PG的獨角獸 然後再加上全武裝嘛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哇 這一款已經是非常厲害了 就是 哇 武器這麼多 背了全身 然後他也不會覺得很重 老衛後來買了一隻以後啊 我覺得那基本上就是完全不能動 就是因為他背了太多東西了 所以你也沒辦法做什麼 他基本上唯一能動的部分就只有手 其他基本上都不能動嘛 所以後來老衛就把他賣掉了 因為我覺得他拿來當戰士很帥 但是除了戰士以外 他的功能性就真的比較少啦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有買獨角獸 這一款已經是必收 那很多人覺得說這個又太大了 PG就已經覺得很大 那MG這個也覺得很大那就買RG吧 因為反正這一款真的是 每個系列都都有 應該就是連BB也有啦 好 反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這一款 我覺得這卡板 這全武裝獨角獸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買 然後他還有一個紅色版本放魂商店 我又不知道誰會買好貴 因為那個要2000多塊錢吧 我第一次覺得MG真的是非常的超值 就是這一隻了 日幣8000塊錢 然後給你的東西超級多 然後盒子又超重 拿在手上超有成就感 組起來也是非常的有成就感 好可以看到這邊 我是覺得這個獨角獸其實還蠻帥的啦 那來看一下板件吧 可以看到他這個盒子已經很厚啦 但是他還能夠把那個零件全部都塞得這麼滿 真的是超厲害的 來鋪一下板件 你又覺得很奇怪 都不是大盒子喔 這已經是這才是 日幣8000塊錢的模型 怎麼可以零件這麼多 真的是 灌帶真的很能塞耶 可以看到如果你會覺得說這兩個 因為老衛之前有開那個精神薩克嘛 精神薩克那個推進器就已經非常粗了 那這個他就是給你兩根啦 沒有雖然沒有那麼粗 但是也一樣非常長 所以你也有空間去放他 那透明件就是 不管是精神感應啊 或者是他特效的光束刀 其實基本這隻真的是 全部能給的東西都全給了啦 精神感應的部分就這麼多 所以其實組裝完以後 其實會蠻有成就感的啦 貼紙部分的話 就是絲貼 花貼 水貼 各種貼都有 那這個你要貼完 也真的是非常厲害 有些人真的會把全部貼完 但是真的是 花花非常多的時間 買一隻真的超值 你這一款呢你也不需要支架 因為首先支架應該也撐不起來那麼重 就是他本身後面就是會有很多 因為他很長嘛 所以他後面會有很多 去接你那個 就是推進器的那個部分 所以其實算是蠻穩的 好 那老衛今天就簡短介紹到這邊啦 哇你看板件這麼多 組完真的是 非常會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啦 好啦那這一款我是覺得非常推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該買的都買了 如果你沒買的話 可以趕快衝一下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